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艾滋病泛滥 书没有顺利发行 今年5月 长期受官方打压的高耀杰医生决定离开中国 到美国后 他把这本书予以补充和修改 由香港开放出版社秘密编辑出版 从1999年到2004年大约5年里 高耀杰医生收到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求救问询信件共1万封 这本书就收录了其中的大约200封 高耀杰医生在谈到他来美国的目的时说 从担任河南中医学院教授的高耀杰医生 透露 他1996年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毒感染者 之后他开始编写印刷防治艾滋病的资料 并对官方有关艾滋病传播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他发现河南等地的疫情并不是像官方所说的那样 主要是通过吸毒和性行为传播 而是在卖血活动中传播的 中国艾滋病重灾区河南省的患者纷纷前往北京维权 但被当地解访人员控制 新蔡县的患者田喜被解访人员软禁在家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报道 作为维权代表田喜原计划 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 再次向当局表达艾滋病患者的困苦 他说 关注艾滋病患者的北京艾滋病研究所负责人蔓延海 对当局软禁艾滋病围传人士表示 对 我是听说了 我是觉得很悲哀了 你这个就是今天的艾滋病日前是保护人权 国家维护稳定是对的 但是人民的正当的权利你的尊重 不仅是前夕本周三 到卫生部上访的河南近40位艾滋病患者也被当局控制 最新数据显示 2009年性传播是中国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主要方式 同性性行为导致的新感染者大幅增多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 中国卫生官员透露 2009年中国新增4.8万感染者中 同性性行为导致的感染者占32.5% 浙江艾滋病防治民间组织爱新工作组负责人王龙先生估计 杭州有大约8万男同性恋者 同性人群的感染力不是说快速增长 应该是翻倍增长 这段情况 04年05年是1.9% 08年是7.9% 今年的情况更糟糕 在杭州大概在10%以上 根本原因有几个 第一就是政府卫生部门对这个问题不关心 对这个人群不重视 对同性恋的草根组织不重视 没有给草根组织提供经费 那么第二个就是 来同性恋方面 可能有一些感染者的恶意的传播 香港数千名市民星期天 参加反高铁停拨款大游行 抗议港府将动用近700亿港元 新建世界最贵的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 驻香港特约记者新宇的报道 为接驳大陆高铁网 港府将斥资近700亿港元 新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 数千名香港市民 星期天参加反高铁停拨款大游行 抗议港府将于周三 向立法会公务小组提交拨款申请 约3000名市民由铜锣湾出发 游行到立法会 要求否决高铁拨款 游行者包括20多个学生 社运环保团体 他们质疑造价高达690亿元的高铁 未能带来实质经济效益 他们包围立法会 告诉议员们不要动用港人的纳税钱 讨好大陆政府 与居近15个小时的万邦宣教教会父母师刘全勤 抗议遭到公安不仁道对待 向当局申请行政赋议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新一天中国各地的家庭教会继续遵循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 在当地进行敬拜活动 本月初被上海当局取缔的万邦宣教教会 当天在敏行区体育公园举行露天敬拜 上周日 上海万邦教会的6名牧师和同工被公安强行带走 并拘禁7至15个小时 其中父母师刘全勤 就当地专桥派出所对他采取的不仁道手段 上周向上海敏行区公安局提出行政服役申请 要求道歉并赔偿 刘牧师表示他被带到审信室的两个小时内 其实无任何审信 就是动手抓他 推他 赏他 骂他 夺他的首饰 掀起他的裙子检查 刘全勤是官方三自教会的牧师 但当局不满他参与万邦教会的活动 他说 福建上航线的一位居民在星期一遭官方强制要求绝育 经过网友们的集体声援后 当局暂时撤销强迫行动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星宇的报道 本台曾多次报道关于中国各地政府 以计划生育为名 而将不少当地民众强行劫育的消息 知名为劝博客作者老虎庙 星期一早上收到福建上航线胡阳乡 无访村村民赖先生的紧急求救短信 说他和妻子将在当天被拉去做劫育手术 呼吁大家救助 据了解 赖先生有一个七岁女儿 已入读小学 另有一个儿子刚出生满月 此情况在当地农村符合计划生育规定 然而计划生育执法大队 却以所谓预防性措施为由 要对赖先生及其妻子施行强制劫育手术 也就是要断根除隐患 保证政府计划生育的正妻 赖先生星期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老虎庙立刻将此消息发布到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客上 除了联络当地的计划生育干部之外 也直播了事情的进展 网友们也配合 从中国各地打电话给官员 老虎庙向本台表示 我们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全国上向下下普遍存在 我们这次摆着了一个正招 然后要穷追猛打 第二它这个充分 这是后续就是充分展示了 我们在三个小时里打了一场成功的网民围坚战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谢谢收看 我是石山 我是唐祈威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